来吧 宝贝们 跟着乐乐老师继续来看看本桃试卷 最后一道小题 第十二道题 注意了 在考察大家等式加减法的有关知识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瞧一瞧啊 好 注意了 第一道小题 很显然 同学们看到了有加有减 脑子里面立刻飘来八个字 有加有减等式相加 对吗 好了 加一加怎么样了 减三角加三角就可以抵消掉了 也就是说两倍的正方形就应该等于三十 对吗 从而我就推导出来 一个正方形就是十五了 没问题吧 那正方形是十五 我们知道了 那三角形呢 十五减六得九 注意了 做完之后 带进去查一查 满足要求 满足的 当然啦 我们同学们也可以采用对的 核查问题的思路来做 当然也是OK的 好 这个小题 我们先说到这儿 肯定不会出错 对不对 继续往下 第二道 哇 这第二道小题太容易了 哪一种类型呀 有短 有长 我们只需要对比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了 哎 是的 那你来看啊 圆加正方 圆加正方 那对比一下 左边多了个正方 右边十六比十一多了五 也就意味着正方就是五了 所以正方形是五 好吧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那圆呢 太容易了 由那个短的去算 十一减掉五就等于六啦 所以这儿就为六 没问题吧 哎 特别的好 好啦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道小题 记住了 有短 有长 等式相减 好 继续往下 哇 第三道小题 下面圆 我叫新正方个代表什么数 这个小题呀 不要去乱试 先想想 属于老师讲过的哪一种情况 数数看 数量怎样 数量是相同的 我们就可以采用等式相加 对不对 好了 那我们来算一下 我想知道一个圆 加上一个五角形 再加上一个正方形 等于多少 那就是二十三 加三十三 再加三十 等于何 然后再除以二吧 对不对 好了 我们赶紧算一算 这是多少了 八十六除以二 应该是四十三 真好 那接下来我们对比一下 好不好 准备了 这两个式子做对比 我能知道什么 正方形是多少 那就是四十三 减二十三 正方形为二十 OK 再来 这两个式子做对比 我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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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角形就是四十三 减击三十三 OK 那这两个式子做对比的话 我就知道了 这圆就应该是四十三 减击三十 为十三 没问题吧 那最后记住了,做完以后检查一下,两者相加23,这两个相加33,这两个30,好了同学们,这个小题你全都做对了吗? 好,跟着乐老师共同的来回忆一下,注意了,我的小窍门,有加有减,赶紧想等式相加,如果要是有长有短,那就等式相减,如果数量一样的话,等式相加,上面全部零的话,想到了等式的阔背,以及锁背。 好啦,这套试卷,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孩子们,到此为止,整套试卷,乐老师已经讲完了,如果呀,每道题我们按照10分计算的话,满分应该是120分,你得了多少分呢?快快到群里告诉我,好吗? 那么,真心地希望大家春季课程能够收获多多,也期待着我们的小朋友捷报平传。 有问题,别忘了,到老师的答疑互动群里来找我,群里有非常非常多热心的爸爸妈妈,学号110933611。 我是学四网校的许乐老师,乐老师在网校等着你。 宝贝们,我们下一个学年再见啦! 宝贝们,我们下一个学年再见。